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乐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乐言一千日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第382日 主题超越气势间 得大自在 经文 尽极观通达 寂照寒虚空 却来观世间 犹如梦中世 摩登且在梦 谁能扭鲁行 萧文 尽极观通达 尽寂静静静 生灭即灭 寂灭现前之意 光指星光 寂照 淫念心性 寂而残照 照而残记 残记 寒虚空指 心等量是 寒果虚空 辨识翻戒 摩登且 指摩登前女 萧文 世间 据华原经 虎目张卷 三种世间如下 弃世间 世界如弃 明弃世间 乃世间 如来 所化之境 即三千世界也 众生世间 为五因 和合 众共而生 间隔不同 顾名 众生世间 即世间 如来 所化之机 众也 自正觉世间 为如来 具大智慧 远离偏邪 生能绝了世间 出世间法 顾名 自正觉世间 即世间如来 人化 之至生也 以上萧文 恭请建徽法师 此辈开示 好 诸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 那年一千日 第三百八十二日 我们要来继续谈论 文书菩萨呢 对于 耳根圆通的一个推崇 而且呢 来帮所有的大众啊 再重说一次 耳根圆通的殊胜 在二十五圆通当中呢 是佛陀啊 就跟所有的大众讲 这二十五门都是 圆通访门 但是因为众生的根性啊 有一些偏 乃至于呢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最适合的根性 修行比较容易成就 所以请文书菩萨来为大众分析 那最后呢 文书菩萨就推荐了耳根圆通法门 那当然呢 这个法门啊 被推荐是有一些原因的 而不是自己的偏好 文书菩萨呢 他说 在娑婆世界的众生啊 娑婆世界有一种特殊的相应的根性 此方真教体清静在英文 所以在这里要修行啊 使以文中入 那这个从文来修啊 就比较容易相应于三摩体 就是入了三昧 可以成就最殊胜的果报 那当然呢 在这个文当中呢 一定要找到 同样是修文 那如果没有修好 就很容易啊 流于像阿南这样子 阿南也是从文入门 但是他累积了很多听到的佛法 他变成啊 把这个佛法拿来做他的 这个一个 就是作为他的依靠 但是呢 其实啊 我们听闻了佛法之后啊 是要把佛法拿来去除我们自己的障碍 而不是呢 哎 只是你只是累积了很多的佛法 那感觉好像自己啊 很安心 我至少懂了这么多 结果呢 都没有用在自己身上 所以呢 文书菩萨就在讲啊 将文持佛佛何不自闻闻 那当然呢 这个文哦 要怎么闻呢 才会真正的产生效应呢 就要悬闻 就是要把这个文 哎 就是不要用攀远的方式来闻 而是要用真心的方式 要返回源头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返本归源 我们今天呢 已经学到了这个 自己有菩提心 那透过耳根来返原 那从耳根返原呢 哎 就会达到亲近 所以在这个最后呢 讲到一个文 如果能够啊 文得好 透过耳文 那就可以去除这个假的两个 叫做根尘就可以消除 而达到了亲近的境界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这个近 其实修行修到最后啊 就回归到本具的心 就是我们的本心 本心呢 它有什么特质 就是亲近 如果呢 我们修行啊 你不知道到底自己修得对 还是不对 你就看 你自己的心能够 能不能够亲近 那个亲近啊 就是 哎 没有这个 尘劳 没有这种疲劳 也没有这种染污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件事情啊 就有层次了 就是亲近啊 它是有层次的哦 有时候呢 我们的亲近啊 只是哎呀 感觉很干净 可是呢 那还不够亲近 那亲近到最后呢 它有多亲近呢 有的人呢 的亲近只有自己亲近 躲起来就亲近 有的呢 自己的亲近还可以感染到周遭环境也亲近 那甚至于呢 这全世界都因为你的亲近啊 而整个庚城市 这个三界啊 通通都亲近 那这里就讲到这个亲近的极致 叫静极光通达 极照含虚空 这里讲到的近呢 就是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反文了 所以反文之后呢 你的本觉已经亲近了 决心亲近 那这个亲近呢 到极致的时候啊 这里极就是最究竟的亲近 亲近达到最大化 最大化呢 这个心啊 就会像光一样 什么光 就是哎 光是无所不在啊 它就可以通达 整个世界都亲近 整个世界都是光明 就是近即光通达 所以它这里呢 这一句就在解释 这个亲近的极致 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亲近呢 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是从自己的心 达到极 极就是前面所说的 观世音菩萨 耳根远通章到最后呢 叫做极灭现前 那个极啊 就是心的本体 极就是没有杂 没有染 其实又是亲近的意思 那亲近呢 它不是只有空空的一片 它是有功能的 它有造的功能 所以极是心之体 就是亲近心的体 就是极染 没有杂染 没有染污 那照呢 是心 亲近心的用 这个照啊 就像光一样 它可以普照 这个极跟照呢 都超过虚空 叫寒虚空 这虚空啊 就是 我们知道 这世界虚空无边 那虚空是无边的 已经是最大最大的 就是虚空啊 可是呢 当我们的心啊 达到了极照的时候啊 它就比虚空还要大 那比虚空还要大 那就是更大更大的 其实已经到无边了啊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啊 原来我们的心可以大到这么的殊胜 以前都觉得自己是很渺小的 所以我要得到亲近啊 好像要在这个世界当中 一直逃一直躲 躲到某一个地方 好像某一个嘎嘎角 你才会觉得 好像会达到了一种 短暂的亲近 其实那个不是真实的亲近 那是内守悠闲 有的人呢 他喜欢啊 独处 他喜欢隐居 就是啊 觉得这个世间太吵乱 又吵杂 又很杂乱 所以呢 他总是喜欢躲在这个 没有人的地方 或者是躲到山里面 就发现呢 纵使你躲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你的心啊 还是没有办法亲近 事实上呢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 其实心本来就是亲近 所以观世音菩萨呢 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他就在娑婆世界 他并没有嫌 这个娑婆世界很吵杂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很亲近 很亲近 亲近到什么 亲近到 这个比虚空还要大的亲近 因此呢 他在娑婆世界当中 他一点都不会被 娑婆世界的现象 还有这些所有的混乱 干扰到 那这真的是值得 让我们好好的去向往 乃至于学习 如果我们能够照 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方法来修 我们也可以达到这么的亲近 这是最殊胜的 好那当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呢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他不会被 娑婆世界的现象干扰 因为对于这个达到寂静的人来讲呢 他回来看到这个世间 就是像一场梦 却来观世间 犹如梦中事 这前面啊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啊 阿南遇到摩登前女 真的是一团乱 那摩登前女是怎么让他陷入一种苦难呢 他都不知道 等到呢 醒过来啊 被文殊菩萨救回来 他醒过来 他回头想 还是搞不清楚到底 摩登前女到底是哪一个厉害的家伙 用了哪一个厉害的招数 把他陷入这种尴尬的一种情境 诶 那文殊菩萨就告诉他 你今天如果心够清静 你就回头一看 你就会知道 哎呀 原来啊 这一切都是像梦中事一样 那如果是这样子呢 下面就讲啊 摩登前也是梦境当中 摩登前在梦 谁能流汝行 如果呢 你下次去脱波之前啊 那已经让自己的心达到了极静 晋急光通达 急躁含虚空 好 再去脱波啊 你绝对啊 遇到几千几百个摩登前女 都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间啊 犹如梦中事 梦是什么 梦就是虚妄嘛 梦就是不是真实嘛 好 那你遇到的这个摩登前 他一样也是虚妄的嘛 就是梦嘛 好 那他所出的这种招数 什么先犯天咒啦 他也是梦嘛 那他能够障碍你吗 谁能流汝行 你就知道啊 怎么去破解他了嘛 好 所以呢 这是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说啊 这个别人很坏啊 都使一些啊 非常可恶的招 很阴损的啊 那事实上呢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智慧就不够啊 你都没有办法看清楚 所以把这个梦境啊 颠倒了 只为真实啊 好那这世间都是如此啊 如是巧幻师 幻作诸男女啊 虽见诸跟洞 要以一击抽 习击归即然 诸幻成无性 好这一段呢 非常的厉害 他一直在讲这个幻这件事情 前面讲梦 梦呢 有的人还会觉得呢 哎呀 我做了梦啊 好像也是有一点预感啊 有的人会 梦到了好梦啊 跟噩梦啊 他心里面会有挂碍 他还会觉得这个梦境 是不是有一些 在指示他 那甚至于呢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总是还是心所生 那这里呢 就在进一步啊 就在讲幻 如果梦啊 不是真 那幻总是总是假的嘛 就是如果幻呢 哎 梦你还没有办法 真的很了解 毕竟还是自己的心所生 那幻就是凭空 凭无中生有的 就是假的了嘛 这个幻呢 就是魔术啊 那就像世间的一个 很厉害的魔术师 巧幻师 换作猪男女 虽减猪跟洞要以一击抽 你要做一个魔术师 你变化出男男女女 你要怎么变 你要怎么去把它 换化换现出来呢 就你看到的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男的是女的呢 他就有男人的六根 有女人的六根 那你看到他在动作啊 在有一些表情啊 有一些言语啊 所以你说这个人是男的 那个人是女的 那你如果要去演戏啊 你是男生要演女生 你就会有一个女生的样子 女生要演成男生 你就男生的样子 你就知道表情要怎么样啊 讲话要怎样啊 乃至于呢 这个语言动作啊 它其实都是就是换吧 那你虽然看到这些六根在变动 你有一些动作啊 其实呢 它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以一击抽 就是你的心啦 这一击啊 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关键 就是那个根啊 那个肌 那这个肌是什么呢 其实那个肌就是你的心啊 你的心要幻线六根 心要怎么去啊 运动就像是机关一样啊 有一个机关呢 让这些假的东西可以动起来 那你现在呢 如果知道它是假的 就把它怎样 把这六根啊 归一 你的心啊 不要动啊 要不然在眼是剑再耳是闻 有剑闻秀场觉知 现在呢 通通都把这些动作全部都收回来 襲击归即燃 就是把这个六根的这个动作 全部都歇下来 其实全部呢 都是在讲什么 就是入流 射心 射念在心 把这个动作啊 往外攀圆的习惯 全部都把它收回来 回归到截燃 那我现在呢 要动的时候 你就有男有女 但是你的心如果不动呢 全部呢 回到截燃不动的这个本体啊 那所有的男跟女啊 其实你都不知道了 就像我们说 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你如果在黑黑的黑暗当中呢 你也不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就问他啊 你讲讲话 你讲话呢 一听 这是男人的声音 那个是女人的声音 但是他如果都不讲话呢 嗯 你就不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所以呢 从这边呢就可以知道啊 观世音菩萨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就是变成呢 这个所有的假的啊 通通都没有了 因为他没有动作 没有动作你就不能够判断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没有表达的像 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所以心 还没有像的时候 还没有作用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他是男还是女 从这边呢就可以知道啊 观世音菩萨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哎 观世音菩萨是非男非女 他不是男像也不是女像 但是他要看你放在哪个地方 因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所以因以男生得度 他极限男像 因以女生得度 极限女像 因以老生得度 极限老像 因以右生得度 极限右像 所以他其实无像 所以朱幻啊 他其实是无性 他没有一定的样子 他什么样子都可以 但是呢 我们却以为 有男像有女像 其实是不知道原来他是幻 所以这里呢 就用两个批语来批语 这个世间的现象 事间的现象就像梦 事间的现象就是幻 那你要怎么认识他呢 你必须心要清静 你看清楚了这个世间 你就不会被这个梦幻泡影的世间所迷惑 所以以上呢 就在讲我们的心啊 要让自己可以清醒的观看这个世间 好 那来看看我们这一组有没有要分享 或者是回馈 或者是提问 师傅好 我是思薇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 我登起了在墨前人流露行 这个我想到是意识的问题 像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回忆或是记忆 那举一个更为实际的例子 例如说自己的亲人或是亲戚 他逝世了 每个人都很悲伤 然后我们会想起说 亲人过去的好 过去的生活 然后一些记忆啊 很怀念等等的 可是实际上 这是不是其实我们 是我们对意识的一个分别 因为这些人在我们脑海中的记忆 它是以一个法称的形式出现 我们的意根接受到这个法称 去产生的种种的好坏的判断 想念还有说不舍 但其实上 它就像是 例如说我们吃东西的蛇事一样 我们常常到说酸甜苦辣 那其实没有美味不美味 或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奇彩霓虹世界 其实也没有好坏 那意根法的这个 我们去回忆出来的 其实那些种种的过去 是不是也是由我们的分别性去造成 那再更进一步去思维的话 其实像摩登起的灾梦 仙人六乳心 这男女的滋爱其实也是虚妄的像 因为它是眼睛看到的美丽 耳朵听到的温柔与 然后记忆里面的那些快乐 可是这些美丽温柔快乐 它其实都是由情人眼里出气 是去分别出来的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那在这个六根六成六四的十八戒 似乎都是一样的道理 是不是就是佛陀说的 随八一根拖年内福 福归原生发本药药性发明 余珠五年应把元拖 所以我想说我们理上都可以理解 可是生活中真的遇到境界的时候 还是会有贪心 会有称心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一个理解提升为提解 然后真正达到六根的拖年 谢谢师傅 非常谢谢时薇 这个要把理解变成提解之前先理解 然后就要知道自己的理解跟提解之间的差距 明明你就知道他是假的 可是偏偏就在这个假的境界现前的时候 还是会沦陷 那佛陀其实不是叫我们要做一个无情之人 而是在有情当中去发现 去观察 我们因为有情 所以我们在回想自己过去的种种 你会有所谓的喜怒哀乐 我们因为有情 所以我们在回想自己过往的亲人 我们会流眼泪 我们因为有情 所以我们在想我们的初恋情人的时候 我们会心里面还是会有心痛 还会有心动 那这些都是分别 但是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心还活着 就是有喜怒哀乐 有分别 有状态 不是没有 而是有 你在做梦 你在梦中 如果遇到噩梦 你会紧张 遇到好梦 你也会微笑 甚至于在痛苦的梦当中 你会有很多情绪 也会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醒过来 你回头想想 就会看到 原来我在梦中会有这种反应 所以现在我们要提解到 它就是梦的时候 就是它的时间差 有没有再拉近一点 有时候我们总是要等到 人生到最后 回头看才说 犹如梦 如果是菩萨 其实他在梦中 他也知道是梦 那就是当下 你可不可以清醒 还是事后才清醒 所以在大圣起信论里面讲到 这个觉有什么 有始觉 你始觉是什么时候开始觉 如果是事件发生完之后才觉 那叫做不觉 可是这个总是比完全不觉的 还是有再多觉一点 叫做后知后觉 那我们先从后知后觉 慢慢的提升到先知先觉 但是一定要记得 我们就是有发现 就是有这些状态 会生气 但是我发现了 那你就可以观察自己 我现在生气的时候 我通常会怎么样 那慢慢的 你就可以开始去改变自己 在生气的时候的一些反应 甚至于到最后 你可以驾驭 超越自己的情绪 那不是变成说 我们今天知道是梦 所以就没有情绪 那没有情绪就变木头人了 所以其实这个理解这件事情 是提解的前方便 我们要先了解自己 到底为什么 所以作为一个自观 自我观察的人 在自己的每天每天的 这个行住坐卧当中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当下就觉察 但是至少一天结束之后 你在睡觉之前 先反省回观 反省检讨 回头看看自己一天 有哪个时候失去的决心 有哪一句话 没有 很适当 明天我们还是一样 有这样子的自观 甚至于慢慢的自觉 能够常常现前 每一个当下 甚至于你说了一句话 不适当 马上就发现 起了一个念头 不适当 你就马上就能发现 而到最后 甚至于可以 在先知先觉 甚至于有时候 连别人的反应 你都可以事先发现 那这就是越来越厉害 这所谓的晋级光通达 就是这个境界 就是你的心清静到 极致的时候 你对于所有世间众生的起心动念 都能够了然可以通达 那我们一般呢 通常都是这个觉性都不够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至少先从这个经典里面可以了解 因为呢 平常的黏着性是累生累劫的 所以我们在刚才您所说的呢 这就是一根解脱呢 是脱年内伏啊 伏归原真 就是因为我们的六根已经很强烈的黏着 在我们自己的每天的本能的反应当中 所以一下子呢 要能够不要那么黏哦 就是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呢 只要我们有心 这个时间呢 其实会缩短 觉察觉照觉悟 觉察觉照觉悟 不断不断的一直练习 那最终呢 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本来就具有不执着的能力 只是我们以前没有练习 那这样子呢 你的体解啊 就会在某一些因缘当中 你会发现自己有很深的进步 但是需要自己要常常要提起 提起这个念头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每天都修这个法门啊 是有帮助 甚至于呢 把这一段背起来 我们随时就告诉自己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因作如是观 这金刚经就是这样讲 叫我们因作如是观 这样子我们就 实时如是观 就会越来越能够相应 好 谢谢时薇的提问 这个非常实用 而且很重要 谢谢老师 老师 请问 延续刚才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 习却我们的幻想心 就可以进极观通达 另外就是说六极佛当中 有所谓的进极观通达 极照含虚空的吗 谢谢 这是六极佛的究竟极 就是最极致的究竟极 那你要怎么希望呢 其实就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对质 对质就是我今天打得念头死啊 我今天我是贪心很重 那我用修布施 或者是把这个贪心舍掉 或者是我修不尽观 去让这个贪心没得贪 那我很爱发脾气 那我就修这个慈悲来取代称心 或者是我就把画 画这个称心为力量 我一发脾气我就去扫地 就去插桌子 就是把你一个满身的怒火转移成有效的一种工作 那这个也是一种转移法 这叫对质法门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你不用去习他 也不用去 这个去加强他 或者是去谴责他 第二个方法呢 最直接就是你去观察他 你把自己跳出来 你不要去看他 你不要去把他当 把这个习气啦 贪心撑心吃惊 你就去观察他 你让他贪 我很贪吃 那你就去观察他 你贪吃的时候你就吃 你就吃 你就一下子你喜欢吃 你喜欢吃的东西 一下子给他吃5碗 吃10碗 然后你去观察你自己 所以你吃吃吃到痛苦的不得了 你就硬吃 那你就吃完了呢 你去观察你真的得到快乐吗 你有觉得这个是你真实的快乐吗 你去观察 保持决心很清醒的去观察 去看他 先不要急着骂他 先不要急着去压抑他 那你就发脾气 那你就观察你自己发脾气 一直骂一直骂 去这个山上大吼大叫 然后让自己发尽所有的力气 你去观察你这样有比较快乐吗 你就慢慢的去觉察 不要随着他转 但是让他去走 让这个习气一直去走走走看 你一喜欢打妄想 好那我们就规定自己 从早到晚打妄想打100万遍 然后你看看你会不会打得累死这样 那你就 这个是第二种 就是你在自己的状态不好的时候 你就观察自己 你不要去谴责他 也不要去压抑他 你就看他在干嘛 你就会发现我们在妄想当中 其实有时候是自己就是像个傻子一样 就被妄想牵着走 这时候我们只要再把自己的决性 再提起 再观察一下自己在干什么 那你这个决性是真实的你 妄想那个是过去的坏习惯 那你就是用真实的观 去观察恶的观 那恶的观慢慢的被真实的观 关完了他就被疗愈了 因为自己的心很聪明 你会知道怎样比较舒服 那所以呢 这是我们的本能 众生都有离苦得乐的本能 你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其实还是不要贪嗔痴比较舒服 那这是两种方法 一个是转移法 叫对峙法门 一个就是一体启用 就是用清静心来治疗这些妄想心 那这样子呢 我们双管齐下 你就看你的状况觉得不错 你就拿来用一用 这些法门都可以用 那就会慢慢的就会 达到真的叫做就近级 好谢谢苏玲的提问 谢谢法师慈悲感恩